來 儲存專案檔 那同學做完以後呢 我會請小朋友呢 要教小朋友什麼 儲存專案 下載到你的電腦 喔 存檔是這個喔 來 同學記得喔 先點檔案 接下來是選這個喔 下載到你的電腦來 那你在存檔的時候有個好習慣 如果有機會去參加比賽 不是檔案做到完才存檔喔 你應該做到完休息一下的時候要先什麼 先存檔 第一個 專案 呃 譬如說 遊戲動畫1 可以打中文 1 那如果你改了一下呢 如果在比賽的時候我建議 如果又改了一下 譬如說 我這邊又加了個角色 換了內容 老師我又加了個角色 那我建議同學可以做什麼 下載到你的電腦 如果在比賽的時候記得喔 給他什麼 叫動畫2 萬一這邊搞爛可以把剛剛的開起來 那也不要等全部都做完要存檔 萬一電腦當機或是突然沒有了 你剛剛做的都不見了 所以玩電腦的好習慣要隨時存檔 當你做到一個小階段就應該要存檔下來了 那存檔下來呢 下次呢怎麼打開 老師關閉囉 來 那對孩子來講 老師都會問我 學生都會問 老師要選哪一個 因為他不認識這兩個字 State是留下來 Live是離開 我要離開了 所以選這個 那我們再重新啟動一下吧 把Squatch開起來 桌面上 對不對 那接下來你應該把你的檔案 存到你的雲端硬碟 我們新北市每個學生都有個 教育版的帳號 你應該把你的作品存上去 你存上去上國中的時候還可以開一個檔案 接下來怎麼打開呢 點檔案要選這個喔 你可以把上個禮拜你所做的檔案開起來 挑選 好 動畫2把它開起來 就可以接著繼續做 所以我們希望孩子他會想做自己的作品 我說我在上課做了翻譯你可以聽 你可以繼續完成你的作品也可以 但是小翻譯你得做 比如說我剛剛跟你教功能 你可以在那邊先做一個出來 拜拜